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鲁8号在议会发表讲话说 土耳其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他表示已经做好了与俄罗斯举行会谈和交换意见的准备 土耳其依然敞开与俄罗斯对话的大门 俄罗斯农员部长诺瓦克日前表示 关于将俄罗斯天然气输制土耳其的一个大规模管道项目筹备谈判已经暂停